众所周知 人在学校的时候总是最困的 躺在树下享受大自然的少年叫田中 目露凶光却震不住田中的人 自然不是教导主任 他是田中的好友泰田 看起来凶狠 实际是一个超级男妈妈 人宗外号田中运输机 田中此人最擅长偷懒 人生最大的理想目标就是睡大觉 你和隔壁魔王城的公主应该认识认识 就算睡到手麻 也不会松开支撑自己的手 写完作业之后 田中往桌子上一趴 敏感地察觉到窗户空气不流通 泰田就听他开始分析睡觉的绝佳时间 这时坐在床边的同学起身离开 何须的微风穿过窗口 田中瞬间昏迷 等到泰田发现的时候 他已经睡得摔在地上 虽然田中很懒 但上体育课就很积极 因为要锻炼出怎么睡都不会麻的手臂 结果热身体操的时候就两手酸软了 泰田和田中的羽毛球对手 是体育部的俩男生 泰田一米八的个子极具压迫力 田中脱手而出的羽毛球拍杀伤力十足 两人赶紧把田中拽到一旁休息 只有泰田非常感动 好兄弟 发球姿势不错 等泰田等人球打到一半飞出去了 三人准备找备用羽毛球的时候 一旁的田中已经头顶羽毛球睡着了 看着他快乐地休息 几人竟然不忍吵醒他 中午两人去食堂 选中了咸口和田口的午餐 店长果断将田口递到了田中面前 结果他和泰田同时伸手抓住相反的食物 猛男喜欢吃甜品有什么错 干饭的时候 泰田就提醒田中 要改掉脱下巴发呆和睡觉的习惯 不然容易塞性眼和歪脸 没想到一扭头 田中却因为面包滑到嘴 口腔溃疡加一 最终这份午餐是泰田帮他解决的 人类的身体竟然连面包都能划破 太弱小了 我不做人了 泰田 磨练不了身体的田中 决定磨练精神 抄写经文 泰田感慨 他只是看起来懒 实际还挺勤快 放学后两人看见路边的海报 田中觉得成为主角真的超累的 比如不断会被卷入某件事情 好不容易渡过难关 下一个敌人又出现了 主角不但要完成自己的梦想 还要帮小伙伴走出困境 想想都觉得累麻了 所以比起引人注目的主角 田中更想成为透明的路人 都行 但别在少年job里当路人 看着泰田顺手帮助小孩们找足球被夸赞 田中感觉自己的人生完全可以交付给泰田了 尤其在得知泰田善于做饭 还会打扫 甚至在家非常勤快后 田中感慨 泰田一定能嫁个好人家的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 泰田发现田中心不在焉 于是在帮忙扳文件的时候 赶紧跟了上去 他以为田中要营造更加慵懒的感觉 喝水的时候没对准水龙头 于是湿漉漉的慵懒田中出现 午休的时候他也不想吃饭了 泰田试图投胃都没能成功 下午是声乐课 田中负责弹琴伴奏 结果众人刚唱着开朗阳光的小曲 就听见钢琴声越来越压抑 这个故乡怎么如此破旧不堪 老师赶紧上前检查田中情况 没想到手一碰上田中的脸 田中当即发出撕心裂肺的熬叫 众人猜测田中究竟是怎么回事 加藤和志村觉得 这就是恋爱啊 泰田只好回到教室 拍着好兄弟的肩膀 他竟然没发现田中还有感情问题 决定请田中取吃甜品缓解心情 没想到田中包里调出了一本书 上面写满了记得去看牙医 食欲不振一碰就疼 精神萎靡 还有什么不清楚的 田中压根就没他什么恋爱 泰田扛着他就去了牙医室 为了不让蛀牙再打扰自己 田中决定以后一定好好刷牙 泰田非常感动 结果发现他又睡着了 于是拎着田中继续回家 两人的一举一动 被身后的少女看在眼里 这天一早田中就去许愿了 不要有人破坏自己平稳的日常 不然他就跟神的上司告状去 因为今早起来 他就有种不安的感觉 没想到前脚刚到学校 两人就看见一个小巧可爱的妹子直蹦的 并拜托田中收他做徒弟 公也是田中的同班同学 成熟的样子 田中觉得今早那个神 完全是贪污自己的乡有钱了 许愿一点用都没有啊 田中知道拒绝公也 他明天还会来找自己 于是同意了一天的观察期 田中也没什么东西交给公也 他让公也自己观察他一天的生活 公也见他上课撑着下巴上课 打算有样学样 但是这让老师十分担心 公也这表情简直像是要拨了他 于是立刻让班长将他带到义务室休息去了 等到公也回来的时候已经下课了 泰田给了田中一张甜甜圈打折券 田中一看最多限三人 问公也要不要一起去 公也当然想去 但是他要做出成熟的样子 果然这件公也流着口水答应了下来 田中此人对食物并不在意 如果能更好的休息 他可以选择不吃饭 但泰田却不同意 毕竟田中的肚子可不是这么说的 他扛起田中前往食堂 没想到田中却说 自己的理想只有睡大觉 如果需要坐起来拿食物 他会选择不吃那些东西 泰田觉得他幸好是人类 不然早就遭到世界淘汰了 田中表示 自己希望将来能生活在一个小空间 衣食柱都有就行了 他想的美好 泰田却以为那是金玉 赶紧打断好友走上犯罪道路 公也在暗中观察 发现田中在喝绿茶 于是忍痛放弃心爱的草莓牛奶 没想到泰田猛男却在喝草莓牛奶 发现公也的世界就知道他的想法了 泰田赶紧让田中也喝草莓牛奶宽慰一下公也 没想到公也更受打击 为什么田中喝牛奶也会这么慵懒啊 他果然没有慵懒的才能嘛 公也并不打算就这么放弃 身为学霸的他甚至写了一大本论文 但是田中根本就看不进去 他直接告诉公也没办法变得庸懒 但活泼却是公也的优点 所以不改变也挺好 可公也却说自己有个喜欢的人 他想让自己变得成熟一点 配得上他 田中问公也 他喜欢的人不搭理他吗 公也摇头 田中就说人家都能接受你 为啥要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呢 公也顿悟了 于是三人去吃了一顿甜甜圈 田中吃完打算去趟出云神社 壮告谈香油钱的神秘 果然田中压根不知道神社在哪里 第二天 太田找到田中直呼大事不妙 原来公也今天一来就显得十分拥懒 这不合理 昨天他还那么吵闹呢 太田猜测 是不是公也和喜欢的人出现矛盾了 没想到公也上课的时候 也显得十分拥懒 还喜欢在天台上独自发呆 就是说的话好像不太对劲 太田甚至带来了草莓牛奶做安慰 没想到公也竟然选择了咖啡 两人跟在公也身后 发现他竟然差点走进不能进的地方 于是他们立刻上前拉住了公也 觉得小个子没注意到 打算向霍兰往下方扒拉一下 没想到公也见状当场顿悟 原来他最近在看人偶动漫 他很困惑 那种小小的人偶究竟是怎么动起来的 因为始终不明白这其中的秘密 于是怀疑其中有外星人 越想越离谱之后 还没有怀疑 能拯救地球的只有意识到真相的自己了 简称中耳病发作 但因为两人的对话却让他明白了 那些玩偶中可能也是小个子在扮演 于是公也痛失慵懒罢 虽然被神明坑了一把 但为了日常生活 田中还是去许愿了 结果一到笑 却发现鞋柜里多了一封挑战书 这神明是来挑衅的吧 秋天了 已经到秋刀鱼的季节了 太田利落去骨吃饭的时候 田中还在慢吞吞地夹菜 其实他一点都不挑食 但是因为懒 所以麻烦的食物都不会碰 比如豆子或者需要剥皮兔子的 他都不爱 太田看了一眼需要挑刺的秋刀鱼 以及各种需要动筷子的食物 突然有种 田中活着真不容易的想法 再看田中努力挑刺 只挑出一小块肉 太田默默地拿过了餐盘 最终田中饱餐一顿 难得吃得这么舒心 结果因为吃得刚刚好 碗还没送回去 人已经陷入了昏睡状态 太田只好将人带了回去 太田问起早上的挑战书 田中试图装作无事发生 没想到这个时候 黄发少女月前冲了过来 要挑战她 田中看了她一眼 倒头就睡 月前似乎和太田认识 太田像老妈子一样 开始给两人介绍 月前其实是太田邻居家的孩子 小时候可喜欢她做的甜点了 一听小时候的事情被曝光 月前赶紧打断 并表示自己是来挑战田中的 目的是想看看 田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田中直接让她放弃 因为她有着 做什么都会一败涂地的buff 毕竟没什么干净 一句话直接让对手 丧失了战斗欲望 最后月前只能哄着田中 和她下黑白棋 虽然这句比赛 月前取得了胜利 但田中竟然用白棋 写了个白字 田中赶紧拍照留念 这可不好弄出来呀 月前顿时升起一股诡异的挫败牌 而月前看起来凶 其实是那种 看见可爱点心 都舍不得下口的人 月前赶紧提出 继续扑克牌比赛 她和田中各系一次牌 轮到田中的时候 因为风太大 牌被吹得到处乱飞 三人在天台捡牌 田中和泰亭就发现 月前老踩中长裙 两人担心她的裙子太长 坐电梯会卷进去 月前表示 这是自己的个性 绝对不会改 这一番鄙视下来后 月前发现 田中是真懒 并不是什么 扮猪吃老虎的大佬 一想到自己的朋友 竟然要拜他为师 月前就担心不已 这个时候 公也出现了 看着玲珑可爱的公也 月前的身心 都得到了完全的治愈 田中意识到 月前在担心公也的事情 便告诉他 公也没有用烂才能 早已被踢出失门 月前松了一口气 一边又气愤地表示 不准说我的宝贝闺蜜坏话 田中安详地叙事 公也非说田中很厉害 月前被怀疑 自己是不是被忽悠了 太田赶紧将田中 挡在自己身后 很好 一对百合一对鸡 只有本人在看戏 但是关系亲密的 公也和月前 竟然吵架了 田中路过的时候 准备装作无事发生 没想到月前一把 揪住了他的衣领 强行说了吵架的原因 几天前 公也送了月前 一份亲手做的曲奇 因为饼干太可爱了 所以他完全舍不得吃 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 兔子饼干 直接反足长毛了 发霉的饼干 被公也看见 对方果然就生气了 完全不听月前的解释 田中让他拍照留念后再吃 可月前作为女流氓 怎么能有智能手机 于是田中只好让他先去道歉 而另一边 太田得知有人浪费甜点 毫不犹豫地站在了公也这一边 田中带着月前过来 就感觉到 什么是南北半球互相交替了 月前大受打击 田中便提议让他写信 但是他写的信 有一股字挑战的味道 于是更加惹公也不高兴 月前问田中 公也为什么要拜他为师 田中便将事情解释了一番 得知公也有喜欢的人 自己却一无所知 月前心中顿时有些受伤了 田中觉得公也不可能瞒着月前 让他自己去问清楚就好了 月前反问田中 难道他没和太田吵架吗 田中悠赞悠赞地表示 他和太田已经是老夫妇的稳定感了 而且田中根本没有什么 想吵架的欲望 有错他就认 而且两人关系 何必要因为小巫会耽搁 这时公也也站了出来 说自己生气是因为 月前没有认真吃下他给的饼干 明明在所有生命体中 他最喜欢的就是月前了 月前一听感动不已 立刻道歉和好了 之后公也又做了新的点心 因为担心太可爱 月前下不了口 于是还特意做成了肌肉男的样子 这下轮到田中和太田下不了口了 这天太田扛着田中直奔教室 差点和班长白石撞上 这位班长可是一年期所有学生的偶像 听说还有一支忠实的后援队 说着田中和太田就险些遭到报复 好在白石及时出面 阻止了悲剧发生 两人决定帮助白石整理损坏资料 白石果然是校匿偶像 三人在前往复印室的时候 不少同学的视线都落到了这边 田中赶紧捂住脑袋 他对人群视线非常排斥 人生理想目标 就是不被他人注意 平静地生活下去 说起对电脑最便利的用法 田中表示自己知道一个 于是将电脑拆紧衣服 表示他可以防弹 电脑这辈子没受过这种侮辱 复印键被打印出来后 田中感觉到这热乎乎的温度 表示自己可以当正纸器 以免纸上飞走 笑死 这算盘打的 我在家都能听见 忙活了半天后 白石拿出自己做的马卡龙 分给两人 泰田一口下去 十分震惊 这口感 简直不输给甜品贩卖的美食啊 田中也点头 他第一次吃马卡龙 豆沙馅可真美味啊 虽然是夸奖 但白石总有种 食物被糟蹋了的感觉 泰田对白石的评价也变为 不但靠谱 还会做马卡龙的班长 此时田中已经跃跃欲睡 白石便让两人先回去 于是两人前脚刚离开 护脚白石就松了一口气 终于不用当夹子了 头发扎起来 隐形眼镜换成镜框 继续工作 初中时候的白石很普通 也没朋友 于是他下定决心 初中一定要改变自己 通过学习杂志穿搭 白石成功逆袭 虽然变成了校园名人 但是每天的伪装 也令他十分疲惫 所以他很担心 这副样子会被别人看见 那样一切伪装都是白给了 没想到 田中书包落在办公室了 于是泰田带着田中又杀了回来 正好就撞见了这副模样的白石 沉默过后 泰田拿着书包离开了 第二天 白石担心自己风平被害 到了学校后 白石十分担心 自己会被揭露私下 他开始暗中观察 田中和泰田 与别的聊天的内容 别的男生感慨 想娶白石这样的女生做老婆 田中却觉得 老婆得找泰田这种 不但可靠还能搬运他 白石却误以为 他的意思是自己不如男生 实验课的时候 泰田扎起头发 白石还以为 两人是在暗示他 他们知道他私下的秘密哦 紧接着午休的时候 俩体育部的男生就问他们 昨天忙到最后没 泰田说起这个 就想起中途回去拿书包的事情 白石心脏都要跳出来了 没想到泰田却说 当时白石已经离开复印室了 另一个人借用了那里 白石当时就松了一口气 太好了 之后他也没心思伪装了 打算就这样回家 正好还能试试 别人会不会认出自己 结果班上俩男生都没认出来 就在他开心地准备回去的时候 没想到 田中竟然一眼就看出了他 于是白石承认了自己的伪装 并且说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努力 但这只是自欺欺人罢了 田中却觉得白石很厉害 比起他这个只会睡觉 还完全不想改变的人可好多了 白石这还没开始忏悔呢 还得反过来安慰田中 泰田也表示白石很努力 这并不是什么要被嘲笑的事情 而且田中觉得 现在的白石看起来轻松了不少 比起平日闪闪发光的样子 显得更好靠近了 两人都答应帮白石保守秘密 白石也觉得不能太过完美 于是第二天也开始戴眼镜了 只是他很好奇 田中究竟是怎么认出自己的 泰田也问田中是怎么回事 没想到田中竟然是通过凶伪判断 泰田沉默了一下 让他绝对不要告诉给白石 上学的时候 田中发现 泰田竟然用了超可爱的头饰 放学后 两人决定去一趟超市 只是田中想不起妹妹要他买什么了 泰田第一次知道田中有妹妹 其实他也有个妹妹 两人妹妹都是初三学生 尤其田中和妹妹长相极其相似 泰田一听 和田中一样的妹妹 父母还常年不在家 那家里岂不是一片惨壮 泰田十分的担忧 田中却说 妹妹和他性格截然相反 只是外貌一样罢了 两人一边走一边想 开始退理 妹妹究竟拜托田中带了什么 容易化掉和中午的东西 田中肯定是拿不上的 于是泰田一边陪着他 一边说超市内有什么打折需要注意 顺便还给田中顺了打折的卫生纸 田中感慨 不该带泰田来超市 这样一来 周围的阿姨都想抓泰田回家当女婿 她竞争压力很大的 这个时候 田中的闹钟再次响起 上面只写了一个词 两人愣在原地 决定将带有这个词的东西排除掉 不需要的都买回去 泰田还给了田中一个环保袋 两人离开店的时候 她视线落到了一旁的松饼推车上 想想今天必须要买的 开头的单词 以及在超市附近 于是泰田推测 要买的就是这个松饼 田中这才想起 妹妹之前说过想吃蛋糕 田中生起一种 看儿子第一次购物的感觉 无比欣慰 然而第二天到学校的时候 泰田才知道 田中妹妹要的是管道清洁剂 泰田拍了拍田中的肩膀 提醒她这次要记得买 另一边 白石在暴露后 让自己放松了一些 最近她很关注田中的情况 一见到田中就有些害羞 没想到 泰田捞起睡着田中就走了 白石想着想着就怀疑 自己喜欢上田中了 俩闺蜜给她分析 以白石在校内的人气 恐怕其他男生会对她喜欢的人 群起而攻之 白石也担心这种事情会发生 两位好友去安慰她 没事 要是喜欢就勇敢追求 看着泰田和田中关系这么友好 于是白石准备暗中观察学习 没想到田中动不动就睡觉 而泰田走到哪都捞着田中一起 白石倒是也想那样 但是一想 自己一个陌生人突然上去背人 肯定会引起田中的怀疑 到时候关系疏远就不好了 于是她决定使用迂回战术 比如假意撞到田中 以赔罪为由请她吃点心 这样就能拉近关系 就在她蹲点田中的时候 却被泰田发现了 于是白石决定向泰田询问田中的情况 比如她有没有喜欢的人 以田中的性格 喜欢的人自然是可以依赖 无法离开的人 泰田一想 这不就是她吗 而关于恋爱 田中确实觉得恋爱很麻烦 白石松了一口气 虽说不祈求能和田中处成泰田那么要好 但是她想成为女生中和田中最要好的那人 没想到门一打开 公也竟然和田中聊得十分开心 白石有些羡慕 他担心自己不会让田中那么开心 这时两人视线投过来 白石吓得拔腿就跑 公也找到白石 表示自己明白她的心意了 于是拽着白石就直奔田中而去 白石打惊 自己还没准备好表白呢 没想到公也张口就一句 师父 白石也想白石 公也完全误会了白石的眼神 田中劝白石放弃白石学艺 白石咬牙 他不是想白石 而是想和田中做朋友 田中觉得他们早就是朋友了 于是在公也的带头下 三人交换了邮箱 公也给白石发消息 说会默默为他加油的 原来你什么都知道啊 这天下雨 田中虽然带着雨伞出了门 但是因为出门还是小雨 懒得打伞 结果越走 这个雨就越下越大 回过神 人已经被淋得湿透了 太田给他找了运动服换上 田中说自己嫌雨伞麻烦 经常还会把伞搞丢 太田试图让他想起 雨伞还是有用这件事 田中点点头 确实有用 比如没有地方可以支撑的时候 雨伞倒是能给他一个落脚点 没过多久 白石在雨中 发现一个穿着运动服的田中 太田赶紧将人打捞回来 田中解释 鸟儿淋雨获得了蓬松避水的羽毛 要是他也能获得这种抗体就好了 太田说 人类要是能这么进化 世界上就不会有伞出现了 白石得知 田中是觉得打伞麻烦 便劝他好好打伞 不然感冒了更加麻烦 田中一听 是这个道理啊 结果下课的时候 田中发现 自己找不到自己的伞了 于是太田给俩人 创造了一起回家的机会 田中让白石靠近一些 白石十分害羞 认为这样刚好 殊不知 田中半边肩膀已经淋湿了 结果第二天来的时候 他试图从雨水中穿梭 于是再次淋雨到校 下场就是 第三天 他带着感冒来到了学校 因为田中嗓子插屁了 戴着口罩没法读唇语 太田决定和他写字交流 结果写到一半 想不起要写的字对不对 于是赶紧掏出手机查百度 田中让太田自己说话就好 这个时候 他发现自己没带语文书 田中只好去找隔壁班的月前借书 但是月前两个字写起来太麻烦了 他直接写了一句 要不你改姓田中或者泰田吧 在日本 改姓等同于求婚 月前干脆地拒绝了田中的求婚 泰田只好带着田中练习动作交流 结果田中一撑脸一趴桌子 泰田立刻理解 他是又累又困 另外两人吐槽 他们俩平时都不聊别的嘛 很快泰田发现 从午休吃饭到下午放学 田中都在暗中观察自己 想不住一栋奶 他还以为田中试图偷懒 终于觉醒超能力了 谁知田中摘下口罩 还是觉得好好说话比较好 戴了一天口罩的她 脸反而被滋润了不少 泰田十分欣慰 不久后田中摘了口罩来上课了 泰田却发现她表情愈发丰富 原来之前戴口罩的时候 她老是私下做鬼脸 意识到表情太过丰富 田中决定还是再戴一段时间的口罩 而另一边 因为改姓的事情 月前误以为两人都喜欢自己 虽然嘴上不说 但月前还是很高兴 自己被当做女生 她在暗中窥视的时候 被两人发现少女星的样子 这时泰田说 下次在比赛的时候 可以用手相扑 但月前却不好意思了起来 她顿时害羞地逃走了 甚至开始思考两个人谁更好 就像我小时候 选清华好还是选北大好一样 眼看月前就要捡裙子 公也赶紧劝阻她 于是月前问公也 如果自己改姓太田 或者田中哪个好听 公也肯定是站在田中这边 恰巧这个时候田中路过 见她和公也声光差十分可爱 于是便感慨 自己要是矮一点就好了 田中和公也却觉得 高个子也很好 尤其田中 巴不得月前能长到太田那么高 这样一来 交通工具再听一名猛将 就在月前害羞地溜达的时候 却一脚踩中裙子往前摔 太田却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腕 拉住了她 害羞地月前摔了个大跟头 太田一把将她抱了起来 没想到月前一紧张 伤伤夹伤 一问之下 两人才知道 月前在意改姓的事情 田中非常愧疚 还以为月前是觉得 自己名字被侮辱了 赶紧解释 那天写那句话的意思 于是月前明白 是自己误会了 最近温度下降 田中洗了手 太田递上自己的手帕给她 田中感觉 这温度适合在学校住校 她拉开书包 却发现了一盒巧克力 一看时间 似乎要到情人节了 田中对巧克力似乎十分抗拒 但也不是不喜欢巧克力 而是她知道 自己没法回应这份感情 毕竟全班都公认 田中是绝对不会在 白情那天回礼的人 而田中翻了翻背包 发现还有一块给太田的巧克力 就是包装非常简陋 但看着身后 没有收到巧克力的兄弟 太田心怀感激地 接下了这不知名的巧克力 而这个巧克力没有留名字 便利倾下 竟然还有一张用纸拼接的话 我一直在看着你 手里的巧克力瞬间就不香了 虽然看起来很可疑 但太田还是想帮田中 找出送巧克力的人 带着田中去买点巧克力 作为礼貌回礼 然而田中此刻 却对任何可能送她巧克力的人 充满警惕 太田猜测 巧克力可能是公也送的 毕竟对方还给她也准备了一份 肯定是也认识自己才对 殊不知 公也刚给月前送了巧克力 完全忘记田中和太田的事情了 合着 公也完全没有把他们当成异性 田中还担心 是不是有人故意耍他们 太田劝她 先尝尝巧克力好不好吃 并问田中 难道没考虑过找对象吗 田中摇头 她作为健全男性 自然会对瑟瑟感兴趣 但是如果冲着瑟瑟去搞对象 绝对会很麻烦 而且抱着这种念头去恋爱 对女生很不尊重 如果哪天出现了一个 愿意让她宁愿累 也想追求的人 那基本就是真的喜欢上了 送给太田的巧克力竟然是黑巧 一点都不甜 田中便把自己的那一份分给太田 太田一吃 这味道是马卡龙的味道 毫无疑问 送巧克力的人就是白石 结果两人找到白石 没想到却听见她和同学聊天 什么 今天是情人节 于是吃了巧克力的两人 顿时又开始胃疼了 尤其是在田中发现 背包里有窃听器的时候 事情达到了一个恐怖的高度 这个时候田中的妹妹出现了 兄妹俩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太田还以为是田中分身呢 田中的妹妹向利奶 是初三的学生 她告诉利奶 自己身边的人是太田 她的身体已经离不开太田了 太田劝她做要换个说法 这听起来贵里贵气的 而田中发现的录音器 其实是利奶的 她平时用来录制老师的课程 并让她及时改正口音的东西 一看就知道 利奶是个相当恐怖的腹黑 她邀请太田去家中做客 端上来的竟然是无糖苦咖啡 太田差点被苦绝过去 相较慰懒的田中 利奶似乎相当的勤快 太田以为利奶是担心哥哥 在学校没有朋友 于是故意做出一副 自己和田中是铁哥们的关系 他会给田中投胃 拎着他去上课 利奶十分感动 然后让他以后别做那些事情了 这个时候田中意识到什么 拿出巧克力表示 这个搭配咖啡很好吃 利奶一喜 没想到太田竟然也吃了巧克力 差点破防的他 客气地送走了太田 田中也跟着下楼 送太田去车站 不出意外的话 这巧克力确实是利奶做的 他面上看不出来 其实是个胸口 而且也知道太田喜欢甜的 巧克力和咖啡都是故意捉弄他 但田中却以为 妹妹给他的巧克力 是他给别人做的巧克力 留下的边角料 殊不知 这是利奶精心给田中准备的 但是录音笔却是真的手滑放进去的 不过利奶好奇地打开听了一下 嗯 全是太田的声音 这天太田竟然没来上课 田中被委托去送圈子 于是他找到了是太田邻居的月钱 月钱对着他脑袋就是一发重击 人家平时那么照顾你 生病了你倒是去看一眼 于是他让月钱带着自己去太田家 虽然之前也去拜访过 但都是被太田搬运过去的 所以田中一直没记住过去的路线 两人在回家路上 突然蹦出个不良找茬 月钱让田中后退 自己挡住了不良 但不良其实是来换钱给月钱的 因为月钱之前借钱给了他 帮了他大忙了 而月钱虽然是不良大姐头的样子 其实是这一片人心中的好孩子来着 月钱带着田中找到了太田家 看着田中一个人出现 可怕太田感动坏了 田中本想说是月钱带他来的 却被眼前的鞋子打断了 太田看起来似乎很忙 于是田中先一步离开了 他感慨月钱其实是个不错的好人 只是不知道他为什么是不良 第三天太田来到学校 疑问昨天的情况 原来是帮老人搬行李 结果踩到了罐子摔倒 最后被老人带去了医院 医生说一周就能恢复伤口了 众人视线落在了田中身上 太田受伤了就没人能照顾田中了呀 没想到田中却说自己可以照顾自己 但他并不能直接拎起太田 只能搀扶太田出发 太田突然散发四围 要是地板和楼梯都能自动运行该多好 田中一听觉得太棒了 打算去找校长沟通 被太田赶紧抓了回来 之后田中帮太田申请做下场歌 带午饭回来的时候 因为走累了 觉得吃点甜的比较好 于是田中用自己的午饭和太田换了 最后还是月钱送来了新款甜品做安慰 月钱真是个好孩子呢 下午自习课的时候 田中都要睡着了 要不是太田提醒他 下课的时候要交英语卷子 田中百分之百能想办法睡过去 然而对于日语都快放弃的田中来说 英语就是一种折磨 他一度在想 要不干脆让日语覆盖全世界算了 太田让他清醒一点 这里就是二次元 都说霓虹语的 但做题就是这样的 做不出来就是做不出来 发电也没用 没多久 学校开始避难训练 因为太田受伤没拎着他 田中终于意识到 自己已经是太田的形状了 没了太田 他在教学楼里都会迷路 田中意识到自己这样很没用 于是为了表达太田之前一直照顾他 田中决定将今天当做太田日 太田伤好后 田中拿出了自己的独自走路券 太田决定 在去移动教室的时候试试 谁知上个铃响起 田中还没走动 太田一把抄起田中 卡在迟到前赶到了音乐教室 这却毫无存在的意义 太田看上了一家限定甜品 但田中觉得 快餐店上菜太快了 太田本打算放弃了 没想到田中就看上了四号玩具 两人进入店内 店员敏锐地察觉到 田中身上的慵懒气息 没想到他下单非常快 但遗憾的是 想要的玩具套餐已经卖完了 他会不小心把沙冰摔倒 于是让田中去座位上等 自己送餐过去 田中虽然没买到玩具 但是有人送餐 还是很高兴的 但是沙冰凝固 吸起来也相当的费力 就在田中奋力巴拉着 喝沙冰饮料的时候 店员小姐姐浑身紧绷 总以为田中在瞪自己 殊不知 田中只是觉得他好勤快 竟然能在这种忙碌的店内打工 要是田中来面试的话 估计一见面就能被删掉 这么一说 太田也有些佩服这些店员了 两人露出夸的脸神 但店员却误会了 还以为田中拿不到礼物 要和朋友揍他 于是问同样打工的同事 还有没有四号玩具 田中点完单之后 发现店家坐着还挺舒服 店员也是会给他端饮料的好人 于是两人吃完饭后离开 田中告诉店员 自己下次还会再来 店员打惊 这是要对他打击报复 没想到两人对他说完信息后 就离开了 很快第二批限定出来了 两人抵达店内 这个时候 他已经发现 自己好像把电话忘在学校了 他让田中在这里不要走动 他去拿个电话 速速就回 没想到 泰田前脚刚离开 后脚田中却在店内 遇见了丽奶和他朋友 丽奶的朋友叫早叶 是个相当害羞的妹子 三人沟通 全靠丽奶单口相声 丽奶发现 只有田中没看见太田 心中一喜 今天能和哥哥一起回家了 早叶看了田中一眼 第一声告诉丽奶 他哥哥长得又白又瘦 好像王子一样 不像早叶自己的哥哥 人宗外号 打星星 不过田中却觉得 快托大才能保护王妹妹 丽奶却说 就算田中没力气 他还是很依赖田中 早叶见田中叹气 还以为他不想和他们坐在一起 没想到丽奶却看出 田中心情很不错 这时丽奶说要去买饮料 只留下早叶和田中 在位置上相处了 田中对早叶的哥哥有些好奇 因为在知道别人的哥哥之后 田中担心 自己会不会对丽奶没什么用 没想到早叶却说 丽奶经常在学校提起田中 看样子是很喜欢自己的哥哥 田中一听就松了一口气 很好可以继续揽下去了 而另一边卖饮料的丽奶 被店员小姐姐当成了女装田中 太田拿到手机 在路上帮助迷路老人走失小狗 匆匆赶到现场后 才发现自己妹妹早叶也在 缘分竟然是如此的巧妙 虽然太田兄妹没有半点相似 但是兄妹竟然和对方都是好友 而太田兄妹相处倒是很不错 丽奶觉得太田抢了自己哥哥 但是又觉得早叶是个好孩子 此时也是纠结不已 冬天多穿点能熬过去 但夏天总不能全脱 于是田中跟着太田来到了泳池 可是他并不会游泳 田中决定在泳池里泡着 他对太田露出了期待的目光 太田果断拒绝被骑着游泳的建议 他提醒田中 记得拉伸之后再下水 田中照做 但久坐不动的身体 宛如生锈的单车 一动就会嘎吱嘎吱坐下 太田只好盯着田中游泳 这时有俩小孩见田中在用游泳圈 于是上前捉弄他 太田立刻警告俩人 不可以捉弄不会游泳的人 看见泳圈漏气之后 俩孩子直接被太田吓哭了 俩人赶紧道歉 但田中的泳圈漏气了 只能自己玩玩 没想到田中因为特别懒 身体一放松就漂浮了起来 俩小孩立刻就跟着田中学习漂流 辛勤打工的店员小姐姐 看着这一幕陷入了沉思 之后小男孩们和田中俩人告别 走前田中告诉他们 自己没什么能教的了 太田感慨 既规避了麻烦 又夸赞了小孩 不错的话术 但谁也没想到 这样的漂浮术 最后在小孩子之中流行了起来 田中和泰田回到学校 却听见公也说要喝牛奶长高 因为他五天后和月前要去看烟花晚会 但是月前看起来那么成熟性感 他却只是小小一只 好像是要去捞金鱼的小孩一样 但是五天内长十厘米 那除非是基因突变了才可能 所以田中怂恿他干脆不去了 大夏天在家吹空调不是更好吗 公也一听 这也太有道理了吧 泰田说月前一定会哭的 于是他提议 让公也先去找找合适自己的御医 公也便拜托田中和泰田放学后陪他去看看 顺便抓了路过的白石 也一起去看衣服 白石以前也没去过现场看过烟花大会 于是决定也买一件合适的 这时他看见旁边男生的御医 有些好奇田中穿上会是怎样 公也一听 立刻就约上白石和田中等人一起 谁知白石眼泪掉下来 因为今年他的两位好友已经约了他了 他只能含泪地拒绝了要约 田中和泰田也决定买一套御医 田中希望来一件方便穿戴的 但是那种款式只有女生的御医 田中一咬牙 女装就女装吧 泰田按住了他的手 唯独这个不能屈服 因为女装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这时试衣服的白石走了出来 田中和泰田都夸他这一身很合适 白石心满意足地捧脸 这个时候公也出来了 最小尺寸的御医都能脱地 公也备受打击差点一蹶不振 只好选择穿最普通的连衣裙 白石去看出他也很想穿御医 于是一咬牙 表示自己学过裁缝 可以帮公也做一套御医 公也若眼可见地高兴了起来 而白石做的御医确实很不错 两人在现场一起玩 这个时候月钱出现了 一看俩人穿着御医 站在一起心中大惊 哇靠 你俩都开始约会了吗 得知是一起来玩的时候才反应过来 这时月钱发现 泰田比小时候更适合御医了 泰田也夸月钱今天格外地可爱 还没等月钱反应过来 田中突然说 下方的刨冰可以免费加炼乳 泰田当即冲了下去 气得月钱狠狠给他塞了一身刨冰 这个时候烟花炸开了 众人都在欣赏烟花 矮各自的工也在看人头 文化系 田中他们班准备开鬼屋了 所有人都很期待这一天到来 但只有田中觉得这种事情很麻烦 于是两周前开始苦练收敛存在感的技能 本以为能躲掉 但没想到留下的角色只有扮鬼了 反而因为田中练习了收敛存在感的技能 更加适合扮演鬼怪了 一开始田中还不情不悦 但转念一看 其他同学一个比一个忙碌 于是田中决定努力一把 最好是那种能够肉身在家 灵魂出效来学校扮鬼的程度 泰田希望他能稍微用肉身努力一下 考虑到田中的存在感薄弱 众人想让他试试从拐角下人 没想到田中差点把自己瞎到 于是众人决定 让他扮演坐在井口里的阿飘 然而阴暗狭小放置要素凑席 田中直接昏睡过去 泰田在他眼皮上画了眼睛 效果是有了 但还是不够 没想到田中睡醒一擦眼睛 效果直接满分 轮到泰田选角色 那种从道具伸手去抓人的情况 泰田身高太高了 伸手出来客人根本看不见 白石特意给田中借来了衣服道具 田中也不慌不忙地 当着他的面画 扮演最终鬼boss的人就是泰田 两人聊天的时候 意外发现 月前在班上还有别的朋友 顿时有一种感动的情绪蔓延而出 而另一边 鬼屋也不知完成了 白石等人进入鬼屋检查了一遍 首先是田中熟练的泡澡姿势 道具不仅倒是相当的给力 按照原定计划 泰田是要被绑在板子上 袭击走到最后的客人 结果泰田其实相当的怕鬼 众人大惊 你长着那张脸 竟然会这么害怕鬼 其实泰田以为 道具也就普普通通的12家 谁知 队友搞出了相当厉害的道具 他一进去 腿就吓软了 最后 公也勇敢地站了出来 结果鬼屋最后出了一个可爱的猫女 而根据客人反应 整个鬼屋中最恐怖的 竟然是化了妆 睡得昏天黑地的田中 营业一上午后 众人准备先休息一下 田中决定找泰田 带着自己去找休息的地方 结果却发现 泰田格外的忙碌 于是他准备自己找个地方休息 没想到 撞见月前 穿着猫女服装招揽游客 两相对视 田中选择默不作声地离开 月前一世一民 毁于一旦 另一边 泰田等人也发现 田中不见了 好在还有替补成员在 这时 广播详习走失儿童的通知 同学拜托泰田 一定要在田中 被广播通知嫌找到他 不然 他们这个鬼屋 就走上 有猫女和走失鬼魂的搞笑点了 泰田立刻冲了出去 一边吃东西 一边找田中 而此时 田中找到天台上的箱子蹲点 泰田找了过来 田中听见后 扒着栏杆看了一眼 两人一对视 泰田当场陷入昏迷 田中摇不醒 担心走开有危险 于是蹲在旁边睡着了 等到两人被发现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活动结束了 好在 班上的同学都顶着了 也没有人生气 所以 两人最后帮忙收拾了教室 就听见有传闻说 看见白色的身影 泰田想起自己看见的白影 愈发觉得自己是撞鬼了 今天到了换座位的时候 田中不管做什么 都被换到了前面 就在他几乎躺平的时候 公野竟然排到了泰田身后 于是田中果断后退 却和公野交换了位置 这下白石开心了 因为田中现在就坐他旁边了 然而 两人当了一段时间的灵桌后 白石发现 上课的时候不能说话 下课田中就开始睡觉 睡到放学 泰田直接把人扛起来带走了 他完全没有机会 和田中搭话拉近关系 于是白石翻看杂志 继续学习搭话技巧 但是几乎不起作用 白石决定 在学习和贴心方面照顾田中 结果田中打喷嚏 泰田送上纸 田中忘了做笔记和卷子 泰田都能第一时间帮上忙 白石觉得自己好像没什么作用了 就在他纠结的时候 公野安慰他 只要想做总能成功 三天后 田中告诉白石 总感觉他在迁就自己 他表示很抱歉 但是他一个人待着也没关系 白石一听大受打击 看着窗外开始思考人生 努力过后却不断失败 可怎么办啊 没想到田中放学竟然没有走 因为泰田的妹妹今天发烧 他暂时留了下来 而田中告诉白石 要是努力还没有成功的话 干脆就停下来休息 只要不急于一时 将来总有机会的 放学后 家藤和志村看见田中和另一个走在一起 于是第二天 两人质问田中 是不是有女友了 白石一听 没想到两人却说 昨天他们看见田中 和一个戴眼镜的麻花女孩一起回家 田中和白石一下就明白了 那是白石的另一个形态 田中想起 要替白石隐瞒真实身份 于是谎称那是妹妹 两人当然不相信 泰田也表示会全力支持 只是希望他们约会 吃甜点的时候叫上自己 田中表示 泰田一个人可以轮两人回家 一定不要和他分开 田中这下是有口难辨 放学后难得发火 而他离开之后 泰田和月钱一起回去 月钱一听 田中有女朋友了 十分不敢置信 但是泰田去问月钱 可不可以捞着他回家 总感觉腰上不夹个人 都有一些不习惯了 合着你俩还是双向奔赴 田中在回家的路上 发现自己很需要队友 尤其是泰田 他的身体已经是泰田的形状了 而另一边 泰田三人跟在田中身后 并没有发现所谓的女友 泰田也想起 麻花便和眼镜两个关键词 当他收到白石的短信的时候 一切疑惑都解开了 他告诉家腾和志村 那个人是他和田中的老师 第二天 两人赶紧给田中道歉 没想到 田中已感觉到好友的重要性 所以并没有继续生气 之后众人和好了 白石小声给田中道歉 田中说没关系 多亏白石 他才知道 自己要是有女友 周围会乱成一团这件事 所以他决定 一生都不找对象 白石 你好惨啊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是小白报告队 一号机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